我们掌声有请当事人有请 我承诺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实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想确证一下母亲遗嘱的真实性 然后争取一下我和我家老四的遗产份额 求助人杨女士63岁退休职工 求助类型家庭财产纠纷 杨女士我想问一下 这些材料都跟这份遗产有关吗 对对 我们注意到杨女士上场的时候 报了厚厚的一大落材料 并且杨女士非常细心地将这些材料复印了四份 分发给了现场的几位律师 由此不难看出杨女士不仅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 而且对于此次求助显然是有备而来 那么在她巨大期许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时间呢 您刚才在诉求当中告诉我们说 您质疑遗嘱的真实性 那我想问一下这份遗嘱是谁留给谁的 按现在的现实只能说是 我母亲留给我大哥的 留给您大哥的 我哥哥讲母亲留下遗嘱 说是把她自己名下的一套商品房 遗嘱给她了 您母亲在去世之前 有一套她名下的商品房 对 您母亲是哪一年去世的呢 11年 那也就是说 您大哥手上所持有的这份遗嘱 您质疑她的真实性 对 好 我想问一下 大屏幕上现在已经投了一份遗嘱 是2010年10月26号 您母亲做的 您刚才所说的遗嘱是这份遗嘱吗 对 遗嘱的内容是 我大儿子杨某一家人没房 一直跟我同住了三十多年 二儿子和女儿都有房 我姥姥想在百年后 愿意把我名下的房产 给我大儿子一家 特立遗嘱 然后名字是您妈妈签下的 还盖了一张 这份遗嘱是您大哥在什么时候拿出来的 我没见过 我是2017年2月份调段中的时候 在段中里发现的 您去调了卷宗 您调了什么卷宗 法院判决卷宗 也就是在这个之前 你们还有过一场官司是吗 对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您大哥跟你们打这场官司的时候 他向法院递交的这份遗嘱对吗 应该是 然后您是在2017年这个案子结案以后 您去调卷宗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份遗嘱 对 您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不对 什么不对 我母亲的笔记也不对 笔记 对 字迹 发现了笔记有什么不同呢 您告诉我们 不是我母亲的字 也就是这份遗嘱不是你母亲的字 不是 您认为是签名不是你母亲的字还是整个 您今天有没有带你母亲的其他的笔记来 都有 好 左边我们看到这份信纸上写的字是你母亲的字吗 我母亲跟我叔叔的通信 看到了 其实从左边的这个字迹来看 你妈妈的字迹还是有一些潦草 潦草 我们从右边来看 这字都写得方方正正的 那这边右边这字是谁的字迹呢 不知道是谁 反正肯定不是你妈妈的 而且这个2010年我母亲已经90岁了 我母亲是20年生人 1920年生人 所以您认为他不会这么工整地写出这样的一份遗嘱来 他就不是 这边他并不是房 好 也就是当您看到这份卷宗的时候 您发现问题出现了 当时在您大哥说有这份遗嘱的时候 你们相信吗 首先 没有质疑 没有质疑过 对 就是觉得清醒吗 不可能 没有 没有这想法 一丝闪念都没有 那这个问题 照说理所当然的这个房子 就过户到了您大哥的名下了对吗 对 我当时是不平衡 因为是母亲是一直我在带 我就觉得我费了这么多力 怎么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不应不至于他的真假 明白 就是如果说给大哥 你们也认可这样的一个安排 对 我的目的是 你得给我点补偿 因为我必须我 我从02年一直带着母亲过 好 杨家老母亲膝下一共四个子女 杨女士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母亲与她的关系也一直十分亲近 可是对于母亲留下的这份遗嘱 杨女士却表示从未见过 直到2017年2月份 她才第一次看到这份遗嘱 时隔6年 杨女士为何会突然想起调取当年的卷宗呢 当时这个法院起诉是谁起诉谁 我大哥起诉的我是让我配合他过户 然后这是一堆电话 法官给我打了一天打了七次电话 第一个电话就是你哥哥把你告了 需要你配合过户 我说那不行 我说因为母亲一直我在带着 我母亲不可能这么做 你多少针的话 你得照顾点我的利益吧 然后那个法官 他可能在也跟他在沟通吧 然后就一次给我打电话 说十万代多了 然后三万 最后调解到三万 成交 那你们最后是没有通过诉讼解决 而是通过调解是吧 对 而是电话调解 这是在哪一年调解的 11年 11年 好 11年的时候您知道有这个遗嘱吗 他说有 您相信遗嘱的内容对吧 没有之一 也就是认可了三万块钱 这样一个调解的结果 那后来这事应该就了了呀 为什么还有今天这一出呢 三万块钱我并没拿到 到现在您都没有拿到大哥给您的三万块钱 所以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 您到法院去调取卷宗了 对 当时你们在过户的时候 您为什么不提出来说 您先把钱给我了 我再陪您去过户 这个东西啊 您说吧 这个 这个钱这个问题啊 特别不好提 我们从 我们就可能说一辈子了吧 就是 因为他其实我60多了 就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提过钱的事 就是不好意思 在那个坑截上 您不好意思开着口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他是不是会在一个什么快捷上给我钱呀 就当贩子了 你比如说你盖房 你盖房我给你钱 我盖房 装修都没有啊 就这事都没有 然后我 你一直在等待着说 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他们拿这个三万块钱来表示一下 这事也就了了 又给了 这不是就是一击两得吗 明白 其实在对遗嘱产生怀疑以后 杨女士曾经想过做一次笔记鉴定 但是却因为手中没有遗嘱原件 最终未能实现 如果说这个笔记鉴定 的确不是您母亲的笔记的话 这意味着什么 那我就想争取一下我和老四的份额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从母亲手下已经拿走了一间平房了 我是觉得啊 他应该拿百分之二十 我和老四应百分之四十 那您这个想法有没有跟大哥去商量过 我没有说话的没法说话 他毕竟是长胸嘛 他比我大九岁 我绝对不能跟他面对面的怼 因为他曾经有一次把我叫过去 说咱们谈谈 他跟您谈什么了 就是说 说我傻 当初随着我母亲 他没买成三居室 假如说当初要买的三居室 这里应该有你一间的 谁让你跟着母亲瞎起哄 那您告诉我 当时他的谈话当中 有没有对这份遗嘱的真假 表达过他的观点 没说 到现在 他有没有告诉过您这份遗嘱 到底真还是假 不说 从来都不说 不说 那如果说大哥告诉我们说 我把三万块钱给您了 这事就了了 您还接受吗 那得基于这个遗嘱的真实 那我就拿三万 这是您今天来到这的态度 对 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出在这份遗嘱的笔记上 对吗 还有这个内容也不吻合 内容也不吻合 都相悖 他有房说没房 我没房说我有房 好 我明白了 来我们连线一下大哥 大哥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份遗嘱真的是妈妈手写的吗 是 是 对 是 不是 是带书的 是谁带书的 我爱人带书的 也就是这个笔记是您爱人的对吗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签名应该也是您爱人的笔记对吗 不是 好 您爱人今天是不是跟你一块来了 对 我来了 我想问一下 这个签名是您的字迹吗 不是 是我婆婆的字迹 是这样啊 大哥大嫂 如果鉴定的结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想你们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所以您再次的确认一下 这个签名是你们带书的 还是老太太自己手写的 这个也没有必要再提了 而且在法庭的调节过程当中 他多次见过这份遗嘱 从来没有提出过疑 而且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这三万块钱从何说起 这天方夜谭 莫须有的事 也就是说 您不认可在这之前 你们在法院有一个调节的结果 是三万块钱是吗 对 对于遗嘱是否母亲签笔签字一事 大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并且否认了妹妹提出的三万元钱 和之前没有见过遗嘱的说法 那么针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 律师将会做出怎样的解读 这个案子首先是哥哥起诉的 他的要求很明确 就是把这个房子 通过继承过户的给他名下 他依据的就是说 是母亲留了遗嘱 而且他在诉状中所说 是母亲在10年10月26号 首书遗嘱 首书 首书遗嘱 是代书的 诉状里写的 也就是说他妈妈自己手写的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 诉状中明确是首书 但是刚才他说是代书 所以这是一个明显不符的地方 我们通过这个卷宗来看 当时应该是 这个原告方作为证据出示的 这份遗嘱 而且是调节的一个基础 和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那么这个里面呢 在调节的当天 原被告 您也到了这个法庭 您到法庭之后 您对这个遗嘱当时怎么表达 没见过 我一张纸都没看见 你没见过的话 在调节笔录的第二页 明确地写的 您在庭审当中表态 我认可母亲所留下的 我自己说实话 我会费这付出代价的 你是签了字的 我肯定我都签了 你如果没见过这张遗嘱 为什么要签字 因为我觉得 人家法官都说了有遗嘱 都调解完了 我见他干什么呀 那么在这次 这个调解过程当中 您是 一是认可这份遗嘱 在一个放弃继承 没有提到给你三万块钱 三万成交 三万是这样 因为他宿主是不配合 我从不配合到配合 肯定会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就是这钱的过程 好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三万块钱是法官 跟您在调解的过程当中 达成的一个条件 并没有体现在 这个调解书当中 当时我也没看 具体有没有 我只是问了 我什么时候拿到钱 那您为什么不看 这个明示调解书的结果呢 我实话跟你说 我需要为他付出代价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一张纸 一个字我都没看 没有丝否和常理 从我个人感情上 我是倾向于 他的说的是对的 现在大哥有点打太急 理由很简单 刚才那个徐律也念了 起诉状上 包括庭审比赛上 都说是母亲自受遗嘱 法官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大哥在法庭上 有说谎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 明确是放弃的 司法实践当中 如果放弃继承的话 是不能附带条件的 我收了钱 我再赠予给你 那就继承份额的赠予 都得交契税的 所以说为了大哥的利益 他放弃继承权 是大哥不需要 交任何契税的 这是符合常理的 否则就非常不符合常理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 回到此时此刻 这位女士的诉求上 她的诉求是认为 我们不管之前 达成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就这份 遗嘱的真实性 我要提出质疑 对吗 因为一旦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有问题的话 或者说当时大哥做了欺瞒的话 那么所有的一切 今天看来 要做重新的论断了 您是这么主张的 对吗 应该吧 应该 首先一点 大哥刚才 他已经做了诚实的坦诺 就是妈妈的这份遗嘱 是代书遗嘱 也就在这一个细节上 他们已经说谎了 对 来推一下大哥的话筒 大哥你好 主任好 非常感谢您的坦诚 但是有一个事实的细节 您在之前的调节的过程当中 是有说谎的成分的 对吗 没有 只不过签名是紫书的 那个上面是代书的 知道吧 好 那个另外我提出一个 这个房屋性质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房子 不是老太太的这个产业 我们是住的公租房 而这公租房属于私房腾退 在04年 国家和政府啊 进行私房腾退工作 然后呢 把这些个共居人啊 进行安置 有我有老太太 一共五个人 也就是当时您是被安置人之一 对吗 对 您的这位妹妹当时 不在安置人之列 对不对 对 就是安置房 等于给那个钱啊 就是安置费 另外这个被安置人 他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但是去取钱的时候 老太太说 小民就是我妹妹 是他亲自带大的 所以来说 小民一点没得到不行 我得给小民十万 我们出于 什么叫孝顺 就顺着老太太吧 是吧 而且是给我妹妹 好 大哥这位 由于房子原本是公产房 并且当年房屋腾退时 妹妹并不属于被安置人 因此对于这套房子 妹妹根本就没有继承的权利 那么如今这套房屋 究竟应该归属于谁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当时您妈妈在去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性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这个房子啊 原来叫成租房 就是房管局的房 2003年 给了我们钱 让我们走 把私房呢 就腾给人家房主了 给了多少钱呢 给了36万5 在哪一年 2004年 当初这个钱呢 拿下来以后 家里就大乱了 我大哥呢 想买一套三居室 我母亲呢 不同意 他要买两个一居 让他们住一居 我母亲自己住一居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后来他们不干 说一居室他们住不下 因为三口人 最后出来的协议是 老人拿十万走 住养老院去 然后另外的26万呢 他们买了一套两居室 他们住 您哥哥拿钱买了一套两居室 对 这个两居室就是你们 母亲的名字 必须得是一对一 谁的钱谁买房 因为之前拆迁的是 针对你母亲的 对 所以再拿26万 即便是买来您哥哥居住 但仍然是写在母亲的名下 对 也就是你们后来 有争议的这套房子是吗 对 这套房子买下来以后 放在您妈妈名下 是个什么性质的房子 纯商品房 这里有房产证 商品房 对 但是一直由您哥哥全家在居住 对 好 您妈妈那十万块钱 后来是由谁在支配 十万块钱是这样 我母亲拿了钱以后 不好意思在我那儿住了 她去上养老院了 住了多长时间 住了22个月 那花不了十万块钱 住了22个月以后呢 然后就又接出来了 就是07年接出来的 把母亲接出来 我母亲那会儿 已经不能自理生活了 我在通家给她 租了一套单元楼 雇了一个保姆去照顾她 到我母亲去世 剩了五万四 我们三个人一人分一万八 但是我二哥只拿走一万 那八千我们俩也分了 你问问他 我们俩一人拿了两万二 您还拿出来分了 当然了 实际上就是说 其实您大哥也分到了一些钱 其实我很困难 我需要钱 但是我不愿意为这点钱 摆人格卖了 我那么多房我拿不到 我干嘛 这点钱我算你 因为我特别缺钱 我就爱人是独子 为了她父母 她齿了工作了 我爷的公司 还养一大学生 我特别缺钱 说实话 但是我不愿意为这点钱 摆人格卖了 明白 杨女士坦言 当初母亲的确拿走了十万元钱 但大都被用于母亲的养老问题上 而剩余的二十六万购买了 如今有争议的这套两居室 那么为何当初这套房子 会写在了母亲的名下 并产生了遗嘱继承的问题 大哥上场后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哥 刚才您说到了房子的性质 对吧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拿到了三十六万块钱之后 买的这个两居室 也就是后来有争议这个房子 买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原来就是那个国家指定的那个房子 有产权证吗 有 也就是商品房对吗 性质是商品房 不是 应该是经济市 是经济市房吧 对 好 您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05年 2005年买的房子 对 当时是买在妈妈的名下对吗 对 由于老太太拿走了十万块钱 超额的拿走了她的份额 那么就市场已经戏产了 我们拿着我们的安置费 嗯 去买了房子 您妈妈 可以说跟老太太没有一点关系 好 那我问一下您 您认为您妈妈当时多少份额呀 五分之一啊 五分之一就20%是吗 对 那也就是36万的20% 应该是7万2是吧 对 所以她拿到了10万 你们认为是超额了 那么剩下的这个26万 应该是你们几个安置人来分配的 所以您认为妈妈对这个房子是没有权利的 对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完全正确 那你们为什么又要写在妈妈名下呢 那时候也没法是关系吧 就是为了红老太太高兴 那我问您吧 我说妈这是您的房子 那我问您 如果当时写在您的名下可以吗 就条件具不具备写在您名下 还是说当时必须得写在您妈妈名下才行 必须的 但是我作为大哥的 我居住条件由于国家政策的好 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了 我也愿意 我妹妹也得到改善 好 您带了当时的材料来吗 原来我有 但是我妹妹去找我去呢 我就给她了 根据杨女士提供的资料 我们得知 2004年老母亲名下的标准租私房进行腾退 其中被安置人包括母亲 杨家大哥大嫂 杨家四弟 以及杨家大哥的儿子等五人 共计获得补偿款36万5千300多元 因此哥哥认为 由于妹妹当初并不在安置人之列 如今房子也就与妹妹没有任何关系 对此妹妹却提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她这个36万不是五人 要当时十个人也给这么多 她这个36万是金额乘以米数出来的 所以说老人一个人也好 十个人也好 都是这么多钱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哥 在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人 就是您的四弟对吧 那四弟他拿到钱了吗 或者说他拿到房子的份额了吗 我四弟他是属于失踪人员 找不着了是吗 对对对 失联 那也就是说他不涉及到这个房产的 现在妹妹所有的诉求是基于这份遗嘱 如果说这份遗嘱论定为就是有问题 可能我们所有的诉求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不以遗嘱来论事的话 也就是按照大哥刚才提出来的说 当年妹妹根本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她不是安置人 她没有任何的权利 所以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诉求角度 似乎都有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律师到底会怎么去认定呢 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四位律师 他们肯定有很多的问题 想进一步的向你们二位来了解 说身边按理因法理 请你向着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那在接下来环节当中 我们四位律师将针对双方当事人刚才的诉求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 双方现在的争议 就是对这个补偿归谁所有 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妹妹认为呢 母亲是成租人 所以跟户口没关系 十个八个都是这么多钱 那这么多钱是母亲一个人的 还是五个人的 这个是 这个钱不能分 只能是一对一的在母亲名下买房 买成商品房 就应该是她的私产了 她去世了 这就应该算是遗产 我是这么认为啊 您还是认为都是母亲一个人的 对 因为她没有人员因素 那我再问这位大哥 大哥的意见很清楚 就是是五个人的 那么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 就是当时拆迁的公告啊 拆迁的手册 说我们这个安置的是给五个人的 并不是仅对成租人一个人的 当时的公告什么都有 但是呢都随着时间的流失 也根本也找不着了 但是她最终形成的文本 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把五个人都给开列出来 而且她有那个政策 共居 起码共居两人以上 而且没有其他的 就当时也没封过房吧 所以来说呢 符合这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五个人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而且已经形成文本了 好 好 王可律师 我问一下这个大哥 我觉得你们家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到底涉案的这个房子 以及那个拆迁款 到底是不是遗产 这个我们要明确下来 第二个问题 你们的遗嘱继承方式 到底是否有效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层面来解读 问一下大哥 我看到了在最开始 你们有一个集资合作建房协议 在集资合作建房协议当中 它明确在这里面呢 在所有条款 第一页上写 吸收乙方也就是您的母亲 为甲方社员 我想问一下 当时您知不知道 什么人可以作为社员被吸收 您知道吗 不知道 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这个集资合作建房协议 当中涉及了很多手写的字体 这些手写字体都是谁写的 您看一眼 这些手写的字体是谁写的 是您母亲的还是谁的 这个好像是我爱人的 是您爱人写的是吗 对 那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在集资建房协议 最后有一个留宜的签字 问一下这个签字是谁的签名 对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能跟您爱人核实一下吗 这个签名是否是他签的 对 我不知道 能现场连线一下您的爱人吗 好 既然问到了您的爱人 我们把爱人请上来 来 邱青 好 您先请坐 跟您核实一下 还是这份集资购房协议 集资购房是有这个协议 这个签名是谁的字迹 这个签名 这是不大像我的字 我问您一下 当时在签这份协议的时候 您有没有取得 刘怡的授权 她知道 她本人在现场吗 本人不在 好 我问一下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 大屏幕出现了一份遗嘱 遗嘱上签名是谁签的 签名是我婆婆 印章是谁盖的 我盖的 手印是谁摁的 老太太 当时定立这份遗嘱的时候 谁在现场 我和我婆婆 还有她 只有您三位是吗 大哥跟母亲生前 有没有就这套房屋达成过 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 有 什么约定 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都有 这个约定今天带过来了吗 带过来了 什么内容 放在哪里 能给我看一下吗 她不想让我拿 口头的 我就埋怨我妈 我说你拿走十万 我本来能买三几尺的 我现在只能买两几尺了 我说那我剩下钱 我买房的行吗 老太说 你剩下钱你这丢应该买房去 完了 我说那小民他们 你不是说没小民的份吗 这张单子跟他没关系了 完了 老太太就写了这个遗嘱 并且还给了一个备份 现在这备份也拿着呢 拿着 能给我们看一下 对于大哥大嫂提出的 母亲生前与他们进行的 房屋处理约定 当大嫂想拿给现场律师看的时候 却遭遇了儿子的坚决反对 在儿子强硬态度的背后 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我们自己内部很多事都没想清楚呢 这么大的事 好 我也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 你父母的心情 因为这个事情在他们心目当中 其实也积压了很长时间 不然的话 我知道 所以我是同意上了 是 因为不管怎么样 就你爸爸所有表达的 我相信真的是 他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表达 我相信这个 你爸爸和妈妈 是有主张他们的权利的 包括你姑姑在现场 也都听到了对吧 所以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小伙子 您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 但是接下来的走向 是不是对你们就不利呢 其实这个 您下结论太早了 所以您别着急 好不好小伙子 不要太着急 该配合的 我们律师所有问的问题 都是想了解事实 包括需要您拿出什么来 您最好是配合一下 如果不拿出来 只能对你们的 这个梳理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就是影响 对不对 我觉得您们应该提供 没有 没有 白片 那本是空白的 就是老太太的张和签名 那意思就是老太太就说 她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和主张了 但是她第一妹妹捣乱 她说 你这房贷怎么处是怎么处是 我现在把我的名字跟张都给你 好 那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不拿了 一个是上面内容空白 怕解释不清楚 另外一个下面签的 万一和别的签子不一致 有后遗症 我问大姐一个问题 买完了这个房屋 母亲过去住了吗 母亲是最后 09年的时候 一直在跟我同住 09年我爱人脑梗 我照顾不过来了 然后 母亲知道有买这个房屋的事吗 她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过去住呢 他们住的不和睦 为什么母亲不同意买三居室 好 她觉得她要住去三居室 就没有退路了 明白 根据杨女士的回答 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大哥和母亲之间 无法共同买房生活 因此 当年的36万 其实已经进行了分割 除去母亲养老的10万元 剩余的26万 由大哥自有支配 间接承认了 当年大哥购买的房屋 其实与母亲并没有关系 既然如此 母亲又为何留下遗嘱 遗嘱是否真的为母亲所留 大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个遗嘱的时间是10年的10月26号 那我想问一下 当时老母亲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不好 在我们家保姆伺候着 是这样吗 不对 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 09年3月份 到我们家 09年3月份到我们的楼 当时09年以前 住她二嫂 二嫂开一个公司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肯定在你们家 不然不会有这份遗嘱存在 在我们家 这三年一直在我们家 然后就病了 她这个神志还清楚吗 能写字吗 能写字 老太看书 那什么都行 一阵一阵一阵 她手多了 我觉得她 她手多了 她手多了 当时手抖是吗 老太吃饭都是自己吃 我跟大哥合一说 当时的母亲是手抖的状态是吗 没有 她不是手抖 就是她有一个 您刚才明确地说母亲手抖 有 她手多了 她在她身体不好的状态 她是浑身多了 有母亲同时期的病例吗 没有病例有自己 好嘞 那您能回应一下 就是当时是谁提出遗嘱这个事 当时是怎么说的 描绘一下当时的情景 当时是她提的 她提的 她说的 妈 这个房子还是您的 然后老太太说了一句 我哪有房子呀 我从来也没有房子 后来呢 她说 她说您有 这个房子就是您的 这房子您怎么安排 这么多年 跟谁就给谁呗 那么说 后来她说的 您能写遗嘱吗 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遗嘱 然后后来都说 要不然您呢 您把您的意思 您说 小马写 这么着 我给 是按她这意思这么写的 不是按她这原话这么写的 就是这 就这么产生的遗论 当时老人多大年纪了 2090 好 看那个遗嘱的签名 像一个老人写的吗 像一个90岁的老人 手不发抖 运笔有力 还带连贯性的 和上次主文内容 是多么的相似 老大姐 你实实在在的 我们就实在帮你 因为这个鉴定 OK 她承认了 这个非常容易的 我们马上可以联系 这一张纸 刘亦是你写的是吗 对 不是 还坚持说 不是你写的是吗 那是谁写的 刘亦 她自己写的 还是本人 还坚持写的 我记得刚才有一个对照 她底下也有一个签名 你看那个刘的发笔 很瘦 很瘦 其实我们给你强调一下 你都承认是代数遗嘱 肯定是不生效了 已经不生效了 你认可不认可签名 牵扯到你是故意伪造 还是不懂法 这个很重要 老大姐 你要是故意伪造 我们坚决帮着她 剥夺你的继承权 因为你不实在 如果你说就是你签的 老人不能签 我不懂法 我认为是老人写的 我替老人代写的 那么这是一个 法律认识的问题 对 那么即便无效 不代表我是刻意隐瞒的 而且我还是情有可怨的 原因是这个房屋 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我只是为了 给你走一个过户的程序 当你这么理直 去上的时候 和你这么睁睁眼眼 你看做一个对比 你能告诉我们相信谁 他的性质不一样 他的性质不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以诚实为本 今天来这儿 就解决今天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们到现在 还有一些 在回避一些事实的话 可能对你们越来越不利 所以我倒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只是想拿到你们 一个诚实的态度 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起来 并不难 笔记见证中心 马上就可以 渐进出来结果 所以呢 我倒觉得大姐 您还不如实话实说 所以呢 我想再次问一下 当时的遗嘱 这个签字 的确是你们签的 对吗 行 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 好 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态度 既然你说到这儿 其实王可刚才已经发现 他就没好意思说 就是大家看 他那个购房合同 购房合同 他签的母亲的那个名字 和这一样 行了 我最求是的说 是我姐的 行 你们一家感动我的是什么 你们明知道 承认了就对你们不利 但是你们仍然勇敢地承认了 实实在在的 另外这一边 就让我感动了什么 他斩惊截铁的 承认 就是拿钱给你们 让你们去买房的 母亲拿了十万走了 多实在的一个人 姐姐能说这句话 这我是束大拇指的 姐姐今天不说这句话 整个事实全变了 真的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姐姐 虽然一些小事上 你们不认可 但是这个大事大非常 他真的替你们说了实话 这一点你们是 对这个妹妹是要感激的 你们家人真的是让我感动 如果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小人 绝对不会说这么 对对方有利的话的 对吗 你承认了给自己挖了坑 他承认了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让我们逐渐了还原了事实 我说一下 我作为一个本事 第一个 我很爱我辜负 我想表达一点 就是说这个事 从这房子腾退 到后来我们家之中 开过多少会 但是呢 大家都是基于一个信任的基础 来开这个会 所以后来就很多事 没想到这么细 好 我非常知道你们在想表达什么 也就是其实你们双方 都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说出了真话 虽然这个实话 对你们各自都不是很利 但是也让我们所有的律师 了解到了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一个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为了接下来 我们怎么来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好 来 杨老师 一直在旁边观察 我注意到什么 首先是我们这个阿姨 我就说您的小妹 上场时候 复印了四份所有的卷宗和资料 那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么一个细节的动作 这是她沉甸甸的期待 她多么看重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阿姨非常的衣着朴素 我也相信她说的 我一个人的工资 我要养活一个大学生 第二就是两位老者的年龄 一个是63岁了 一个是72岁了 一对这样的老人 兄妹两个人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么长时间 在家庭里面还是有些情节 没有放下的 好 在律师的层层调查下 大嫂终于承认当初的遗嘱 并不是由母亲书写并签字的 而是由她代钱 这种情况下 遗嘱显然已经失去了她的效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当初的调解书会被推翻 杨女士的主张 是否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 说身边案理名法理 请你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合议环节 在接下来环节当中 四位律师和我们的观察员 将到观察室当中 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合议 看看怎么帮助这个家庭 解决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其实我觉得啊 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疑点 包括妹妹的话 她也没说实话 很可能就是不平衡 以这个遗嘱作为一个借口 作为一个由头要翻案 但是客观上说 我觉得她这个翻案是很困难 前是刚处理一个同样类似的案子 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了 结案完以后 通过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驳回 通过法院的抗诉 抗诉因为像调解方式 它是不能以抗诉书的形式来抗诉 如果说单身从义主这个角度来说 再审程序肯定走不通 那么只能让法院一致权主动纠正 但是呢 必须有充足的依据 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在哪呢 举证责任应该就是在 女方这一边 她又增加了她的举证的难度 遗嘱是有瑕疵 是有可能无效 但是本身就是以遗嘱的形式 行贱民买房过户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 从法律上 贱民买房对男方有利 遗嘱无效对女方有利 我想说的就是 从这个整个事件来看 就那个时候 一一年其实她认这个事了 她现在就后悔了 她想多要点钱 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家庭 可能确实比较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 居中帮他们调解出来一个 这边也愿意给 这边也愿意拿的价格 就心里能平衡了 能够帮助他们 给出一个调解的方案 大家也不用说 劳民伤财的 在启动各种程序 处理这些事情上 通过几位律师的热烈讨论 我们对于杨家兄妹之间的矛盾 以及房屋的演变过程 已经渐渐清晰 那么针对目前的现状 律师又会给出两位当事人 怎样的建议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听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那刚才 私服律师和我们的观察员 在观察室当中 进行了认真的合议 那接下来回到现场以后 他们将会 给出什么样的提议方案呢 那首先有请王可律师 刚才经过我们的合议啊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来看一下 你们家到底有没有遗产 那么可以看到 在今天所陈述的这个房产呢 是当年经过安置而取得的 大哥也说了 这个钱是他掏的 通过拆迁款来支付的 所有的购买的手续 也是由他来经办的 也保留在他手中 那么这个房子 从法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话里面说是对共居人的安置 那么就是说这个钱是五个人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这个房子前边有你大哥一家多少利益 也不管这个遗嘱的真假 你等于都放弃了 你现在的话呢 以这个遗嘱是假的为由 那么提出这个问题 也比较困难 在启动这个司法救济途径 因为调节书一经签讯 我希望在本集中是对共居人的安全 我希望可以打着这些人的安全 一些东西 你怎么能够做大事 你都在买了 我希望你能够做大事 我希望你能够做大事 那一步步 我希望你能够做大事 我希望你能够做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律师提出的提议 双方当事人都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杨家兄妹之间浓浓的亲情 但是考虑到自身实际的经济状况 大哥提出只能给予妹妹八万元的经济补偿 而这显然与杨女士最低十万个的要求不符 最终他们能否达成一致 您儿子有话要说哈 我个人再加上两万就是十万整倍 是我儿子 也就是说您认同您儿子刚才说的这个数字是吗 我们家俩都是好人 我请您相信这一点 好 那我想问一下大嫂 您接受这样的一个数字吗 接受 那就全家一致了是吗 小伙子 十万块钱 大姐 他们家愿意拿出十万块钱的作为一个补偿 您愿意吗 太好了 是有两个条件的 第一 心情想一定要弥合 我们不是赤裸裸地为了金钱 弥合是前提 是我们调节的前提 第二 对于这个官司就稀诉 对于这个遗嘱 即便是法定继承 我都认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房协业的签署是被逼无奈还是另外一个局中局 为探究真相栏目迅速出击展开多方调查 兄弟手足之情能不能经得起房产的诱惑 敬请收看生活广角 我来找律师